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些继承者们 的确家大业大就常常会出现一些家族的纠纷 我们来看看台湾前50大首富大洗牌 第一名现在是富邦蔡家 两位兄弟合计身家有88亿美金 换算台币是2700亿油 荣登了台湾首富 看来真的是很会赚钱生财有道 那说到富邦集团真的也是喜讯连连 像大董蔡明中的儿子蔡成道 在上个礼拜结婚了 那么目前已经进入集团历练 接班准备态势十足 而媳妇吴婷慧其实家里也大有来头 她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吴秀光的女儿 那谈到自己的儿子蔡明中就说 儿子有遗传到我 但是要靠后天的努力 但是她说她真的非常努力 看来对儿子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所以富邦的第三代接班布局 是不是也慢慢的浮现了呢 刚刚新婚的蔡成道 今年很年轻 才32岁 从美国华顿学院毕业之后 就安排到了富邦金的各个部门 去进行历练 那在去年进入到了富邦禅审董事会 担任董事 就传出是为了要未来进入证券 去做准备 那至于二董蔡明星的长子蔡成如 也有很好的表现 2019年开始就陆陆续续 进驻到富邦金创投 富邦媒还有富邦建设等等 那今年也首度入列 富邦金后董事的候选人名单 看来接班态势相当明显了 那除此之外 润泰他们的接班也早早就展开了 润泰才22号召开了古灯会 那么大家都把焦点 放在了尹尹良的女儿 尹崇文身上 认为啊 他这一次真的也是表现不俗 以董事的身份列席 成为全场关注的目光 那至于儿子尹崇尧呢 在2019年接任了副董事长 到竞选授险工会理事长 去年六月份升任董事长 在这所谓各个董自辈 普遍都是德高望重的授险业来说 他算是相当年轻的 也被说是金融业最年轻的董族 我们家他很不幸 他遗传到我 就是做事情都比较没有天分 富邦大董蔡明忠 罕见在媒体前谈起家事 口中的他就是大儿子蔡成道 21号才迎娶新娘 前台北市副市长吴秀光的女儿 吴廷慧 两人婚礼保密到家 只曝光一张背影的婚纱照 接班问题更受外界关注 能够诚实面对身边的人 最终面对你的工作活报 要儿子诚实面对一切问题 蔡成道今年32岁 自美国华顿商学院毕业后 就安排到富邦经各个部门历练 去年进入富邦产选担任董事 有望与二董蔡明星儿子蔡成卢 共同接棒 兴奋尖叫与球员们共抢荣耀 蔡成卢深耕运动产业 从篮球到棒球都经营得优声有色 其下富邦勇士 今年更要挑战Plus League三连霸 除了是富邦娱乐的董事长 目前还担任集团包含富邦煤 富邦建设 台湾大哥大等董事 富邦启动三代接班梯队 而润泰集团也有动作 简单的效益之后 我们可以减少70公斤的碳排放量 对环保建材侃侃侃儿谈 润泰集团小公主尹崇恩 以往专心在会计本业 在集团鲜少露面 今年初回到父亲的润泰财 22号更首度以董事的身份 列席股东会成为全场一大焦点 尹崇瑶如果担任的这个相关的金融业的 这个主管高管的话 他是不可能回去接班 目前润泰集团相关的这个产业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女儿来顺势接班 专家分析一眼两布局 尹崇瑶已经担任南山人寿董事长 为了符合产金分离的规定 安排女儿尹崇恩进入母集团 随着列席股东会 接班态势越来越明朗 三选中一日方向 他不倒